记者詹氏洪云林报道,下届县长选举只剩半年,司法抛出震撼弹,前云林县长张荣为判刑八年定验,必须入狱,云林县国民党基层今天在云林县党部集结,质疑司法已成为打压一己的打手。 国民党从政党员逗留市长谢淑雅也表示,现在只剩下选票能与政府对话,呼吁大家团结起来,全力支持张立胜参选县长。 国民党云林县党部主委林文静表示,民进党选举手段无所不用其极,清北市侯友宜参选市长,民调升高,就把文化大学学生宿舍大巡管的单纯事件打成政治事件。 韩国瑜参选高雄市长后,就接到法院传票,张荣为前县长在这敏感时刻又受到无情打压,目的就是打压蓝军的士气,相信选民的眼睛是血亮的,要团结一致,用选票支持张立善,用选票教训民进党谢淑雅也表示,民进党一党独大,一意孤行,现在只剩下选票能与政府对话。 在这个时刻只能坚强在坚强,他相信人民是有力量的,正义在我们这边,国民党斗六市长参选人林胜觉也强调,从新北市侯友宜,高雄韩国于道云林的张荣为,中央政府利用司法事件正直迫害国民党对手的腐计斑斑,张荣为不贪不取,不可能拿那个钱, 更不用说司法找不到汇款记录,居然可以判刑八年,这种司法判决不可思议。